林赫如副民主席 竟然说 不认为台大可直接认定抛起 公然指挥台大好大的官威 你是代表蔡英文主席发言吗 你是在下指导时吗 问问蔡英文、树贞昌、陈明聪 你们是要维护台大的学术论理 还有效益比较重要 还是产妇临之间比较重要 你们三位都是台大的效益 希望你以台大的效益 以台大的学术论理为重 我手上板子是林赫如副民主席 昨天竟然说 不认为台大可直接认定抄袭 他竟然公然指挥台大 好大的官威 好大的官威 我们来问问 林副民主席 你是代表蔡英文主席发言吗 你是在下指导旗吗 请出来讲清楚 都明白 我手上是余正皇 他论文的自信词 他里面提到 要相当感谢本所所长 教授陈明通协助协调本论文 研究的主角 新竹市长林志坚 简单讲 他就提供数据资料 给学生分析 也就是 余正皇他承认 使用了林志坚的民调资料 这个是陈明通的宣誓 他的声明 他也讲把林志坚的民事资料给余正皇使用 同时把林志坚当时初步写的东西 前面几张 他不好他要讲前面几张 尤其是研究设计给余正皇参考 所以 他把这两个对照之后 让我们再对照 林志坚跟余正皇的论文 为什么 从头到结论 不是前几张 不是只有研究设计 所以 我们怀疑 两个互相抄来抄去 可能余正皇抄林志坚的 那林志坚也抄了余正皇的 甚至我们正在调查 他们两个可能尤其是林志坚 他可能抄了 陈明通的研究计划 我们正在收集相关资料 那我要问问 我已经打了 因为余正皇他现在是调查局 新竹调查站的调查官 那我们在此呼吁 你赶快出来讲清楚说明白 我也找了他一段时间了 我有空 我也打电话到新竹调查站去 但是 没人敢接电话 他不敢接电话 所以我在这里呼吁余正皇 赶快出来讲清楚说明白 另外 我们建议 尤其开议之后 我们建议调查局介入调查 你所属的调查官 到底论文有没有抄袭人家 为了维护调查局的声誉 为了维护余正皇的学位跟权益 请调查局介入调查 另外 最后的呼吁 你们都是台大的校友 包括蔡英文 苏貞昌 陈明通 你们都是台大的校友 我要请教你们几位 你们是要 基于抄袭的事实 维护台大的学术伦理 跟校益比较重要 还是坦扶林志坚比较重要 再问一次 各位很清楚 这有没有抄袭很清楚 有没有抄袭很清楚 这事实问题 不是政治问题 各位有兴趣等一下看看 就知道 这有没有抄袭 不需要辩论 不需要把它换政治化 所以要问问 蔡英文、苏貞昌、陈明通 你们是要维护台大的学术伦理 还有校益比较重要 还是坦扶林志坚 比较重要 请蔡英文、朱贞昌、陈明通 出来讲清楚都明白 因为你们三位都是台大的校友 希望你以台大的校益 以台大的学术伦理为重 我秀给大家看的这一份足科的公文 是我们拜托林毅华委员 称足科要的 昨天林毅华委员也PO在他的脸书上 这个可以看得很清楚 发文 就是足科的回文 回函 是在上个礼拜五 所以一直说到昨天 这个才收到 这上面讲得很清楚 这个林毅华委员问的就是 有关贵办公室 去足科办公室 请科技部提供特例型教授 即林志坚研究员 就是足科回答 回答林毅华委员办公室说 这两位啊 使用科技部委托资料的申请书 及科技部授权书 他们的回复 回复我们看这第二行 第二行 经查本局 本局就是足科管理局 未有 未有 未有就是没有 特例型教授等人 向本局申请使用 委托资料之申请书 及授权书 这个所有权 这个所有权 是在科技部 是在足科 最近郑文燦又出来讲 蒋阿梅阿 当然他可能讲台大那边的事情 我再跟大家报告 这两个板子 这两个板子 看得很清楚 在足科这边 他的旅约的时间是96年12月24号 到97年6月15号 叫解案 中间会有其中中间的报告 还有期末报告 还有期末报告 你林志坚 不要再怎么掰 就这个尾拜的结案日 就是6月15号 可能你去做报告 人家说里面有一些 字啊 错啊 什么要修改 所以6月20号 所以6月20号 就报告 就全部结案 而且要出版 林志坚 你的硕士论文就是6月26号 插了一个礼拜 再加上 你如果你要引用政府的计划 里面的内容 你一定要提出申请 你没有提出申请 就是 就是剽窃 就是侵权 还非常可能就是剪贴剪贴来的 我想一个政治人物啊 一般人 都一样 真正人物 你手上有公权力 公权力 诚信是最最最重要的 如果当你没有诚信的时候 公权力在你的手上 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权力越大 做出来的事情 所以伤害到国家 伤害到百姓 那会更大的 林志坚 面对吧 说清楚 讲明白 讲明白有那么难吗 从这个事情发生到现在 已经18天了 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都不出来说清楚 讲明白吗 你怕什么 你不讲 你以后一天不讲清楚 大家 人民就会让你 天天的来问你 真相是什么